短影音你要放棄對短影音的環節 它不是做了讓你馬上就 郭天的富貴流浪跟錢就要來了 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今天做了某一個行銷活動 找了一個代言人 或短影音拍了幾支影片 就讓你整體的貨跟企業經營整個變好 不是這樣 它是整個環節通販相扣 企業的經營效率就像一個反傳 行銷策略執行就是那個風反手 能決定你行銷的方向 如果說你只有那個風反 沒有風反手 你還是無法航行 策略打法 企業策略做什麼事情 會決定你會成長成一個大樹 或是一個小草 書中其實有舉例一個相當紅的品牌 小米嘛 對 小米 因為對於小米的話 其實我以前在早期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哎呀它是中國大陸的品牌 那個品質不知道好不好 會有點堪憂 你知道嗎 我太那個信任度還沒有起來 對 但是過幾年之後 我慢慢發現我身邊好多人 一開始是那個小米手環 對 小米手環 好多長輩們也都開始在戴了 那他覺得說 這是我兒子女兒買給我的這樣 那也就慢慢發現到 小米這個廠牌 它好像越做越大 然後甚至原本 它好像是網路行銷 然後變成實體店面 對 對吧 那也越來越多人 對於這個品牌 不管是它的 我自己是覺得 也許是它那個形象 都是以白色為基礎 所以大家會喜歡這種景約風 對 然後再來就是呢 大家對於這個品牌 越來越熟悉 我不確定這個品牌 後來紅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但是我想要聽聽 這個總監你的看法 小米品牌是如何戴起來的 尤其在台灣 台灣的話我覺得小米的品牌 當然它是有很完整的 產品策略的佈局 它的不同產品線有對應不同的目標 像比方說早期一台 小米手機剛出來的時候 它是打低價性價比 那就會給人家比較low一點 那剛好那時候十幾年前 大家會覺得 反正大陸來的東西 可能就走低價品質 對啊 會有這樣的印象連結嘛 那它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呢 你有沒有發現周邊很多人開始用小米 是從居家開始 對 智能家電跟居家用品 甚至就簡單的行動電源 或是一些家裡的網路分享器 你會覺得它比一般東西好用 所以它是透過這一些居家設備的東西 去打開大家對它的認識 發現到說 原來這些東西用了小米跟其他牌子比起來 它也是相對的好用 然後它慢慢的累積的 顧客變多之後 它開始把它的手機升級 它手機升級之後 它就把它那個形象 它一樣有出舊的小米就分兩個系列 一個系列還走CP值 一個系列還走期間接 對 所以我覺得小米它是在它的策略上面 它並不只是把它定位成說 我是一間賣手機的 我是提供給人類的一個生活的解決方案 它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切入 所以很多人認識小米 可能是用它的家電 覺得真的好用 對 比其他的白牌好用 又比大品牌便宜一半的價錢 建立這樣的品牌信任度跟印象之後 它又順勢推出它的高階手機 確實規格功能什麼都很好 就開始在把它的品牌往上拉 才最後再造出了汽車 你看蘋果造不出電動車 小米造不出電動車 就是口碑也傳出去了對不對 對 它是有一套產品的策略打法 關鍵是它本也很厚 也是 但是我覺得策略打法是很清楚的 它先用手機那個時候正在成長 你看嘛 我常說你現在這個時候 企業策略決定做什麼事情 會決定你會成長成一個大樹 或是一個小草 它在12年前 看準著行動手機市場的蓬勃發展 切入這個市場 那現在它看準下一波是電動車 我們常說有些產品分類 有分強品類跟弱品類 這個是想法通老師在下一本書 時報應該也會出 因為4P這本只講了那個產品跟價格 還有那個通路跟推廣 那下集它會講 就是我們品類總有分強品類跟弱品類 比方說你今天要去買一個米 你一定會想說我買什麼米 我就方便買就好了 那買家電也是 你會發現大家對於一些什麼 行動電源啊 Wi-Fi分享器啊 這種小家電是沒有強品牌意思 我只要買一個好用的就好了 那個時候它切這個市場 很容易把它品牌建起來 但是你看手機跟車子是完全有品牌意思的 我一定會先找個品牌來對照其他品牌 對啊 所以它那時候是有去切弱品類的品牌中 去樹立這些產品 樹立它的廣大的那個呼客群 再往上去把它的強 強勢品項的那個產品中 手機的部分把它往上做好 像要切汽車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策略 因為我對汽車並不是太熟悉 畢竟我是三包 所以我不敢上路 但是我很好奇 像這個總監理自己覺得他們 後來就是這樣延伸到汽車 這個電動車的部分 你覺得它未來會是 可能變成巨頭嗎 或是你知道 你就競爭力來講 巨頭我覺得是比較難啦 因為我覺得電動車這個市場 現在第一名還是 全世界香港第一名還是特斯拉 是 第二名是比亞迪 因為它背後有 汽車這個東西 它本身這個品牌 後來看的是它的供應鏈 供應鏈掌握度 對 所以你說它要變成巨頭 我覺得難 可是搶一個份額應該是可以 沾個別的概念 但是以一個品牌企業來說 它必須 在未來十年 它要佔據一個地位 它不能不做電動車 而且也是符合它的企業經營方向 提供一個 我們的居家生活方案 也包含汽車 它並沒有偏離 是 好就是跟大家補充一下 最近小米品牌 它們從事的趨勢是什麼 就是打進電動車市場當中 其實這本書其實 顧客行銷價值 我也很好奇 總監你當時 為什麼會 除了你覺得這本書易懂 然後大家看了也覺得 收穫良多之外 你自己在閱讀這本書 你有什麼樣的心得呢 我的心得真的是這本書 相對好閱讀 因為以前為什麼我們大家會不喜歡看書 那是因為以前我們常說有兩種文字傳播的方式 一種叫做文字化 一種叫做口語化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書難讀 是因為它非常的文字化 很像文言文 文言文比較難唸 後來有白話文 可是很多白話文寫的還是拿教科書 那相對不易讓人閱讀 這本書你會發現它每一個筆記章節的呈現方式 相對叫口語化 口語化是人方便好閱讀 而且它裡面常常會舉案例跟說故事 有些時候大家透過這些文字 跟理論文字的敘述很難懂 那它會附上這些食物的一些企業案例 還有一些實際上它發生的故事 是很容易讓人去吸收的 這本書裡面很有趣的是 它還收穫非常多的金句 對 金句收藏的部分 金句可以說為是章節的一個總結 可能最後你把它都忘了 但是我希望你還記得一件什麼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把這個金句記起來 所以總結你當時看了這些書籍當中的一些金句 有沒有哪一句是你自己覺得 一看完之後 就突然覺得好像你的另外一個宇宙所開啟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看了一個金句就是說 我覺得是很重要 對於現在很多個人或是老闆來說是很關鍵 你要放棄對於行銷的幻覺 我也是看到這一句 就跟短影音一樣你要放棄對短影音的幻覺 它不是做了讓你馬上就 哇 拖天的富貴 流量跟錢就要來了 因為現在的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那你以行銷來說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行銷很強 那是因為行銷它是很表面化的 它可能是這個企業做了非常多事情 最後要靠這個行銷曝光出去 但是不是因為行銷讓整個產品賣好 它還包含了企業的經營效率好不好 這本書中有說 企業的經營效率就像一個帆船 但是那個行銷是那個風帆 而行銷策略執行就是那個風帆手 能決定你行銷的方向 但是如果說你只有那個風帆 沒有風帆跟風帆手 你沒有那個船體的話 你還是無法航行 所以我覺得還是強調本質 你先回歸本質 所以你看他在講那個四批的第一個批產品前 有講很多行銷概念跟本質 那個我覺得對於現在每一個人 不論是你自己開店 或是在公司你要去承接一些 我們講行銷或觀光專案 或是你個人做自媒體 這個前面這些你不要看清楚 它在告訴你這個船體的重要性 就是一艘船的 你要這艘船你在透過這個風帆 風帆跟你操盤手 就是我們講的去控制那個航行方向 整個船才要往前動 所以你要放棄它對它的幻覺 也不是今天做了某一個行銷活動 上了一個代言人 或短暗已經拍了幾支影片 就讓你整體的貨跟企業經營整個變好 不是這樣 它是整個環節是環環相構的 我相信有一些品牌或企業 可能他們背景跟資金相當雄厚 然後砸了重本 然後但是好像對於所收獲回來的一些效益 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多 也有可能是在當時他們 撕皮當中某一環節有問題 對 沒錯 所以並不是說你砸了重本 下了很多的資金 行銷這件事情就一定會成功 沒有錯 比方說我舉例 我前陣子有幫一些客戶會做一些推廣 可能推廣完之後網路上有人去買 可是去買的時候 你如果發現門店沒有鋪貨或是缺貨 那你覺得消費者當下他去 就非得要買你的嗎 還是就買替代品 我覺得他如果真的想要的話 他會去買替代品 因為我覺得我痛點需要解決 去買替代品 那這個問題就關於就是說 企業經營效率的問題 你在那個Place 或是在你通路的鋪點上面的時候 你跟你的供應商關係是否還好 那是否缺貨你可以及時補貨 不然行銷活動掛出去 人家要買買不到 那就買其他競爭產品 對 這例子其實是非常多 就跟網路一樣 有人報單出不了單 只能退錢 這是一樣的道理 對 尤其是像這種事情 就可能很常會看到那種 團爸團媽有沒有 就說 不好意思 這個已經無法出貨了 或什麼對不對 很常看到 那就是他的很多廠商 沒有事先備好貨 跟也沒有跟他公共好說 如果你報了 我可以最快幾天內補完 如果能補的話 團爸團媽就可以跟他的 顧客說 這個東西如果你們要追貨的話 我7日內可以追 你們要不要追 那就是沒有討論好 這就變成企業經營效率的問題 是 對 有很多的延伸問題 跟畫質 他是整體的 他是整體的 短影音能成功做起來也是整體的 短影音的部分 也是整體的 我想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邀請這個實總監 好好來節目當中 跟大家聊一集 關於跟自媒體相關的好不好 歡迎 好的 因為我今天也拿到這個實總監的聯絡方式 有機會的話 再邀請您來節目當中 不過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很可惜 沒有辦法再好好跟實總監 繼續聊下去 不過也歡迎大家可以去搜尋 我們今天所跟大家介紹的這本書籍 由時報所出版的 顧客價值行銷 我們今天邀請到來到節目當中 與大家分享的是實尊遠總監 謝謝總監 謝謝 謝謝